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凹凸材质 那刚刚我们做的玻璃杯是透明材质 透明材质它是很光滑的没有凹凸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像石头一样有凹凸的东西 那这个要怎么做 那你如果从一个球开始慢慢去把凹凸拉出来 这也是有可能的啦 但是这样做太累了 所以一般凹凸材质其实如果你不要求它有特定的形状的话 用一种凹凸的方法就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Blender之后呢 我们把立方体改成一个球 先删除掉立方体改用一个球 然后你的球的那个边缘和面可以多一点 32x32可能就OK 更高也OK 然后呢建立材质 建立一个材质 好那建立一个花纹 花纹用Cloud 或者是别的都可以 好接下来呢 本来它是设成那个Texture 这个Influence 是Color 也就是说它的影响是颜色的 这种花纹是使用颜色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好那是Dibuse就是它散发出来的光是是那个就是反射的光是那个颜色 好那这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凹凸 就是那个花纹表现出来是用粉红色因为它这个 这边混合混色是用粉红色是用粉红色去混着原本的灰色 然后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变成这个样子 那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Color Diffuse Color取消 但是在Geometry的Normal上面呢把它打勾 这样就会造成说 这样就会造成说它的那个花纹影响不再是颜色 而是改成是在表面的的发向量的凹凸 Normal就是那个发向量 那表面发向量的凹凸 Geometry集合性的 集合性的正垂直方向的凹凸 好那你就会看到一个像橘子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个有点光滑 那所以大概它用来做一个塑胶球是OK的 但是如果要做陨石的话 可能要调一下那个光滑度 好那如果你把Normal跟Color呢 通通都设起来 那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又有颜色 然后又有凹凸的东西 那你可以改一下这个颜色 如果你要橘子色它就变橘子色 好那当然这看起来有点恐怖 好那我们来做一下这一个的操作 我今天先把立方体拿掉 改成你不要用立方体去做 用立方体去做因为它只有六个面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凹凸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那个很多面 所以我们Shift A加一个UV Sphere 那这边呢 Segment本来是32乘16 我用32乘32 甚至更高应该都可以 好那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个材质给新增一个 新增完之后呢 我在这边按New一个花纹 Texture 那这边是用Cloud的 你要用哪一种其实 只要不是Image的话 大概都OK 即使用Image也可以 但是你要去找贴图 好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找这个Influence 现在是Color 所以我们按F12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样子 但是这里有格状 有格状是代表 我们没有做Smooth 我把Smooth设起来 这样就没有格状 没有格状看起来球比较好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具有 具有粉红色和灰色混杂的球 这就是因为Influence是Color 让它的那个反射是用粉红色去混杂的 如果你今天把它改成橘色 或者是偏红一点 这样 再按一次F12 你会看到它是橘色混杂的 那当然如果今天呢 我先把这个取消 那照理讲应该就没有混杂 就回到原来的情况 那但是如果我今天把它改成 就是这个Cloud 这个云状的花纹呢 是改用Normal的方式 去做表面凹凸 那你就会看到这个像橘皮的东西 那当然如果你再勾一下其他选项 它会有点不同的感觉 比如说这里我按Rap 感觉差不多 再按Displace 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每一个都有它的特殊效用 那我对它的效用没有每一个都很清楚 所以目前我们先看到 OK Geometry的Normal确实可以做出凹凸 那你可以也把Color点起来 这样子除了凹凸以外 是这边的Color不是那边的Color 除了凹凸以外呢 还会有混色的效果 除了凹凸以外 有混色的效果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有点像塑胶球 因为它表面有点亮 有点亮 这个可以调的 所谓的亮度是在这里 这个是Diffuse是反射的那个颜色 就表面颜色就对了 就是你物体表面的颜色 那那个Specular是光滑度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觉得太亮 我们可以调低它的光滑度 现在0.5的Specular是这样 我如果把它调成1.0 我们试试看 你会发现它油油的 感觉油油的 那如果你今天呢 把它调成0.1好了 我用打的 调成0.1 它的光滑度就不太存在 那0.2 光滑度这样看起来就比较OK 虽然我们不希望它太光滑 但是也不希望它太不光滑 太不光滑的话 我们可以设成0.0 各位看一下 就会觉得那个没有真实感 这样感觉好像没有真实感的感觉 如果你设成0.2 好像会好一点 比较有那种 有点像陨石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你也可以进去调 用编辑模式进去调 那你陨石就可以调成各种形状 比如说我今天用这一个 然后我编辑模式进去调 用上次的 上次的那个Proportional的Falloff 各位应该还记得 Proportional 这个用Connected 然后呢 OK 看你要什么形状 然后安全取消选一个点 对不对 然后呢 按E OK 等一下 按G G 那你可以调整这个 那你就可以让它变得 饮食形状比较不一样一点 这时候你再去按F12 你会看到像鸡蛋形状的石头 那当然这个调的也得怪 那你可以试着去做不同的调整方式 那其实也不只是这样可以做 像如果你今天不要从圆开始 你从立方里开始 其实也是可以的 我从一个Cube开始 我也来调这个东西的话 稍等 我可能要回到上一步 因为现在在编辑模式 我从一个Cube开始 OK 但是呢 我既然用Cube 它就不够面 面数不够 我就要加这个Modifier 做Subdivision 这样子呢 我Modifier设 设 比如说 三层 四层 就会很细 那这个你进去看 其实这样调反而比较好调 你可以看 OK这样比刚刚的那个好调 所以你用 用那个 用那个立方体 做Subdivision去调的话 其实反而比较好 好做 那你会看到这里呢 我们做了四层的Subdivision Service 那这时候我如果把这个东西 那我回到这里 我把这个东西呢 让它的材质 就是套刚刚的这一个 Modifier 001 你按一下F12 它就有这种材质了 那这里我们好像没有做光滑 我稍微做一下光滑 OK 它就有这种材质了 那你可以调成任何形状 比如说我今天进去编辑 我就让它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就得到一个这种 不过它现在的那个放大 好像放的怪怪的 好OK 那它的那个花纹 我觉得不够 所以你可以稍微修改一下 这个的花纹 让它更细一点 Cloud好像没那么细 用Noise 哇Noise就太细了 用Starch 试试看 好 这个好像更粗了 Cloud Blend Magic Magic不行 Marble 抹布 抹布很奇怪 Point Density Volenoid 试试看 哇 变成这种 这种形状也不错看 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就是了 那 这是Volenoid的情况 Volenoid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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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没有用 Wood 这会很怪 会很怪 奇怪的东西出现 那 Ocean 海洋 海洋 好像没什么效果 所以 一般我还是感觉 远时用Cloud 比较是 不要那么大 可能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怪 对 好,这样看起来就OK 好,那现在 OK,这两个材质就是一样 好,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你还可以复制哦 按Shift的D复制 然后呢 去弄很多陨石出来 然后呢 每一个都可以调不同形状 请说 部分用花纹 试试看 我没有试过 你把它选起来 然后再去 设那个Material Index 就是刚刚 照刚刚那个 材质索引的方式 去设 然后让它Assign 试试看 我待会试一下 好,现在有很多个陨石 让它长得不一样 好,那这样就有一堆石头 好,那刚刚有同学说 可以设部分材质 来,我们来试试看 我现在呢 把其中一块陨石 进编辑模式 然后 可能要先的Ply上去 这一块陨石的 Subserv先Apply上去 不能在编辑模式的Ply 好,在这里Apply就可以了 好,现在变成很细 我部分去设 我把这一块改成设 另外一个材质 全部都改了 所以 哦,我要Assign 我要Assign 我要Assign Assign 这部分是这个材质 对 然后呢 另外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我给它Assign 这个材质 看看 没有看到效果 看一下相机的角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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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加一个 好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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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有了 好,剛剛有同學在問說可以部分設定嗎?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綠色? 欸,所以可以 就照那個Sign的方式把材質設成兩種就可以 好,OK 好,這樣就比較清楚,確實有兩種 好,剛剛那個同學稍微看一下 這很清楚了,對不對? 好,有一個我只設綠色,還有一個設成那個 OK 好,OK 好,OK